今早的AT個股推介是國泰航空293 簡選原因是 中港兩地邁向復償 並且有望加快通關 利好往來兩地的海陸空交通 旅遊出行等相關股份 航空股留意國泰航空293 受惠於政府持續放寬檢疫和國際旅遊重開 國泰下半年以來業務明顯改善 7月至今一直透過經營層面產生現金 可用現金可用的流動資金 在截至10月4個月內增7%至286億 根據彭博的預測 國泰今年虧損會收窄至接近44億 2023年會流規為盈賺37億 管理層對公司前景的看法樂觀 預計今年運力可以回復至疫情前 2019年水平三分之一 2023年會回復至70% 2024年會回復至100% 其中香港快運的增長最快 預計運力可以在明年3月前回復至疫情前的水平 走勢上 國泰上星期突破短期阻力大約8元關口後持續向上 昨天收報8.49 逆市升了0.8% 聖誕和農曆新年假期 是每年出行的高峰 建議後8元附近吸納 部署旅遊旺季行程 目標先看9月份高位9.2 跌穿7.3就適宜止蝕了 太想要出現了 若一旦 感谢观看